弟兄姐妹们平安 也要行道 就是在听了神的话后呢 要用实际的行动做出来 不然就是在欺骗自己 灵命也不会成熟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说过 要原谅一个人77次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 原谅别人这么多次 却觉得自己灵命很成熟的话呢 那就是在欺骗自己 在读今天的灵修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我每次跟我老公吵架之后呢 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 去主动跟他和好 去跟他道歉 去哄一哄他 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呢 我都特别的挣扎 特别的希望这个声音是有开关的 能把它关掉 因为我的血气肉体 我的情绪 全都在告诉我 我还在气头上 我要跟他冷战到底 我今天一定不会先低头 但是现在想一想的话 我这种行为就是今天经文说的 在欺骗自己 明明知道一直赌气 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 明明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但就是不去做 我觉得我这样呢 跟旧约的人物约拿特别像 他明明知道神要他去尼尼威 他偏不去 还跑到了船上 结果呢 起了巨大的风浪 吓坏了船上所有的人 约拿他自己也知道 风浪是自己招来的 他不想连累大家 就让其他人把他丢进海里 在他快要被淹死的时候呢 神安排了一条大鱼 把他吞下 吐到了岸边 救了他 经历了这些呢 他才终于愿意听神的话 去尼尼威 你说他何必呢 本来不需要这样的 他在大鱼肚子里时 祷告说 重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围绕我 海草缠住我的头 我们想一想 当时他得有多害怕 多难受 被海草缠住头 我在网上看到 约拿的那个漫画 他头发都有一点稀疏 我在想可能就是当时被海草缠掉的吧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但是也提醒了我 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其实都是因为 我们自己没有听神的话 神清清楚楚的让我知道 吵架之后 只要去跟老公主动示好就好了 我为什么就是不去呢 两个人冷战时 我也一样不开心啊 不过有一点还好 就是我老公每次都比较听神的话 他都会主动来跟我道歉 所以我们冷战的时间呢 一般不会太久 好 那我们如何能成为一个听神话的人呢 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在读完经后呢 我们可以写下怎样才能把刚刚读的经文 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想法 把真理呢真正的行出来 在每次写之前呢 我们都可以先祷告问神 神啊 你要我做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 要行得到 就是根据自己的具体环境 要做的事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要为自己读 不要为别人读 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一节到二节说到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所以呢 我们不要去管身边的人需要做什么 我们只需要写下自己要做的事 然后去做就好了 我们写下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目标 要具体 不要含糊不清 像要原谅别人 就太笼统了 这样的句子呢 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的付出行动 如果举个例子的话 就是像我就可以写 要在太阳下山前原谅我老公 并主动跟他和好 这样呢就会具体很多 也比较容易做到 说到这儿呢 我们的目标还必须要是现实的 假如我们写下就是 每天要祷告三次 然后每次五小时 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这就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 不现实的目标呢 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有挫败感 所以我们不要太难为自己了 在做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同时做一个时间表 或者一个进度条 来帮助我们看看自己 有没有进步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要从神那里 领受到了什么 就马上去做 希望弟兄姐妹们 都能成为听到 并行到的人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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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